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 小红某的担心大灰狼 听说风不喜欢爱丽丝 抽象牙会变成白蝶鹅 听说笔的判算长不大 借口她有抒情和魔法 听说森林里有糖果物 坏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鞋 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 白雪是因为她乱跑出了城堡 小红某又借一只自己 变成狼的大红袍 总有一条蜿蜒在 童话城里几菜的河 沾染魔法的怪掌气息 却又在爱里曲折 全流不惜洋气 水花又圈如雨 脸时光如水 让所有很久 很久以前 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